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为什么会没有数据 我们去那个点一下 然后会这里有编辑 看一下然后的话它的一个查询条件 我们来去使用我们的一个Permicius 然后去查询看一下 大家看到然后这里面查询确实是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查询语句是有问题的 看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把这条语句然后进行 然后分解分解的话 一步一步的然后把我们的一个条件加上去 然后来进行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条语句然后复制出来 这里我已经复制出来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然后的话 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 看一下 然后这些条件的话 我们都把它去掉 留下一个主条件 看一下 然后主条件我们去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是太多了 然后的话我这里不太好看 我把它把它拷贝出来 把它收回正常 然后把它拷贝出来 我们把这个从其中拿出来 拿出来两条 然后去拷贝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稍微缓航一下 太长了 然后这次这条数据 然后的话我看 我们就拿出其中一条数据吧 我们把它这个字体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上面 这个东西有点不太习惯 大家那个 我们把它屏幕放大吧 屏幕放大也不是都清楚 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里面 它这个设置条件 第一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设置的一个条件 它这边是什么 以媒体是不等于空 先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有以媒体 以媒体等于空的 不好意思 这边看到这个 什么看到感觉都不方便 直接在网友里面搜索吧 然后以媒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以媒体 然后是不是那个 基本上这个 这个都有值的 然后的话应该是空的很少 只有这些 然后 这些是那个没有的 然后说那个 这边的话 是应该是不符合的 但是这很多都是符合的 符合的话 我们就是 这个媒体条件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话 那都下一个条件 下一个条件的话是一个 大家看这 U等于是 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则匹配 正则匹配的话 它是尖角号K8S 也就是说这里的话是 我们是要以K8S开头的 这个名称要以K8S开头 我们去搜一下 Lim等一个 K8S 名称 等一个 K8S K8S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名称 Lim 来找一下 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里面这个名称 直接是书吧 K8S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以MG 以MG我们的一个名称 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名称 然后基本上都是以K8S开头的 大家看到 都是以K8S开头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条件 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的话 都是一个后面的条件 后面的条件的话 我们再去搜索一下 这个HouseName HouseName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的一个接点 这是接点的一个名称 接点名称的话 我们全部是C7 2017 然后的话 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主机名称 但是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这是前面是不能为空 大家看到前面是一个 是一个尖角号 后面是一个美元符号 然后的话 就代表着前面是不能为空 然后前面是顶格的 然后在后面的话 是什么 是一个NOT 那NOT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没有 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NOT的 我们都是一个C720开头的 这种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适合于 我们那种 我们的一个云上的 一个K8S集群 因为云上K8S集群的话 它一个主机名的话 有些都直接叫NOT开头的 所以说它都会 配一个NOT开头的 紧格的是一个NOT 然后的话 所以说我们这边 我们要去把这个进一个修改 把这个NOT进行改一下 我们来改成 和我们实际情况一样的 我们这时候把它改成 我们是C720开头的 C72017是175 C720173 172 171 所以说我们是前面的话 要修改一下 C72017 17都可以了 然后的话 我们后面的话 是可以不用匹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以它结尾的 空个开头 然后以它结尾 结尾的话 我们是用 这个结尾不行的 我看一下 不应该是用这个结尾 我们是应该以它一个开头 C72017开头 然后的话 结尾的话 我们是不匹配 把结尾去掉 这个还匹配不上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条规则先去掉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去掉 然后没有了 去掉 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 还是这个表达是写的有问题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 它有哪些问题 CPU 然后CPU 然后UCE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名称 等一下 这个名称的话 它是我们 前面的话 我们是内幕的话 它是怎么写的 这个字有点小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不 要不然活着的话 你都不进行匹配了 这是最好 NOT IP 这应该不是一个NOT 我们都把这个先去掉吧 把这个条件去掉 把这个条件去掉的话 已经是 已经按我们的一个要求匹配出来了 大家看到 所以我们后面条件可以不需要的 然后你根据一个情况需要 你假如说再需要其他条件 你判断的话 你可以再去添加 然后的话 我们就这可以得出的话 我们后面的一个要改的内容的话 就是把这个匹配条件 我们把它去掉 我们在这边去 我们去的话 在这边去也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我们要的机器 然后重新启动我们这个炮炸的话 就可能都要恢复原样了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改 肯定要在config map里面去改 我们来改一下 config map里面 我们去搜索一下 container-cpu-usage-usage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里面的一个条件匹配 把它去掉 好 我们来保存一下 我们去重新应用一下 然后刚刚就好了 好 我们重新应用一下的话 我们那个 嗯 我看我们这边的话 我都会不会生效 不一定会生效 来看到 然后这边的话 还是没有进一个生效 没有进生效的话 我们都去把我们的一个 嗯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音乐 UI的话 然后重新去部署 那个重新应用一下 把这个炮炸镜删除 嗯 cpu-ctl guide-pods monitor 然后 这删除的话 它会帮我们一个自动创建的 但是你要是生产的话 你尽量的 嗯 删除任何东西之前的 你都要去注意一下 不要去乱删 因为它这个 嗯 因为我们这个是刚部署 所以说你刚调试的话 你这个都是 嗯 无所谓 就是删的话 应该是问题不大 因为那个 它只是一个监控系统 就是一个页面显示的而已 嗯 它马上会 应该会自动重建一个 嗯 再看到 然后有 那这里的话 应该有一个 啊 已经那个 已经清完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一步的 哦 我来看一下 来看到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 然后重新建的话 我们这个交付任务 还要重新执行一下 那交付任务 大家看到 然后导入这个模板 还要需要重新执行一下 然后是 小时候我会把这个 修改完的一个 嗯 一个 这些某文件的话呢 会重新更新一下 嗯 大家下来的话 都应该不用这么费劲 然后再去修改了 但是 你要是和我的一个 K8集群 然后名称不一样的话 你肯定要进一个修改的 嗯 这边是 先把这个 用物重新 删除一下 这个应该是 没办法删除的 嗯 未进行更改 我们应该 这个应该会要 稍等 稍等一下 嗯 我们把这个 Pot然后进行 这个NPot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 应该 需要把它删掉 EPLAY Delay Pot 因为它只是一个 交付任务 然后 -N Monitor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再去 嗯 进行一下 我们这个交付任务 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我们刚才为什么 自行不成功的 因为我们这个Job 然后是自行过的 并且有记录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 那个自行不了的 我们我那个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一个 Coverctl get 然后Job 然后的话是-N 然后Monitoring 嗯 那个你只需要把这个Job 已经删除掉 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些是 嗯 Delay的 然后是 嗯 Delay的-F Delay的Job 然后的话 然后把这个删除掉 嗯 -Monitor 然后你把这个删除掉之后 然后你再去应用 然后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 我是把这个Job删除 然后的话又重新应用一次 然后就可以了 等到 然后我们这个自行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完成 然后我们再发信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嗯 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已经导入进来了 开进来的话 我们再去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我们都是正常的 然后网络 然后中网络 还有一些CPU 按一个内存 然后各个POD的一个网络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呃 承担的一个空间 好 那个嗯 关于那个我们的一个 嗯 Graphine的这个UI呢 我们都已经安安装完了 然后的话 我们下面的话呢 下节我们就开始讲 那个老子manager 好 本节课的话 我们讲这里